石門風箏公園曾經是全國唯一的風箏競賽場地 不過隨著近幾年風箏節活動一往白沙灣 也讓這座公園每年都在漲雜草 而這麼好的場地閒置 也讓里長覺得真的是太可惜了 石門區台二線旁在進到老梅之前 可以看到路邊有四個大字 風箏公園 再往前走一點就可以進到公園裡頭 不過在地里長就認為現在的風箏公園 除了每年的風箏節作為放風箏的場地之外 都沒有其他的活動 更不用說遊客的使用率 而里長表示與其現在放任這個空間閒置 不如請主管單位好好的規劃 為這座公園打造新的亮點 這座公園也是花了很多錢 我是認為我們土地還在那裡看 應該還在海邊這個景色很好 希望我們北關廚這邊 我們也是拜託五日母園 跟我們島三天可以規劃一個觀光地區 可以吸收一些遊客來做問 可以讓我們社區再發展 因為為了這個問題 我之前也找了一座雲家蘭國家公園 去了解他們的水晶教堂 這些那些設施 其實他們的條件都沒有我們的好 所以說去看後來說 我對我們路邊風箏公園是相當有信心 委員人在指示說 請我們北關廚這邊要做好規劃 做好事來說 有一些好東西帶進來 立委服務處為了這個問題 還特別跑到了台南北門的水晶教堂 同樣是國家風景管理處的規劃 立委吳玉生服務處也希望 北關廚能夠依照雲家南風景區 廣邀各界意見來活化風箏公園 而對此北關廚也回應 今年這個區域將會配合富貴角園區 來做遊氣帶的整體規劃 今年我們交通部北關廚 在我們石門的風箏公園 那從去年開始 我們已經花了一年的時間 再做一個整體規劃 那我們希望石門的風箏公園 能夠帶動在地的石門的產業 然後再吸引更多的遊客 來我們風箏公園來賞風箏 石門區風箏公園 從2006年北關處建立到現在 占地6公頃 一面是大海沙灘 而另一面則是緊鄰台二線 環境位置相當優越 而建造當時也是全國唯一的風箏競賽場地 不過隨著近幾年 風箏節活動移往白沙灣 讓這一座公園每年都在長雜草 不然就是剩下的在地風箏社團 在這裡賣風箏 而旅長也希望未來能夠好好的活化 別再放任這一座公園空蕩蕩的好浪費 記者是端翼 石門採訪報導